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群小男孩夜里在宿舍谈谈生理知识 一个男生突然问 你们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男生是两个胆胆的 大家知道大海为什么是男生的吗 答案 因为有鱼 为什么有鱼就是男生的呢 因为鱼会吐泡泡 为什么鱼吐泡泡就是男生的呢 因为鱼吐泡泡的时候有声音 四个人打麻将 突然着火了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下方言赶到了门头 就冲向里面大喊道 里面有多少人 只是刚好有一个人出牌 四万 下方言一问 死了多少人 只是又有一个人出牌 两万 下方言大惊 话蛮闻到 剩下的人呢 只听话来一声 接贴着 传了一声尖叫 吐了 小船去大巴士 车上很急 就在这个时候 巴士车上的收音机播出 欢迎观众打进来点歌 小船就打进去就说 主持人你好 我在巴士上急着 我想给前面靠穿的那位姑娘点一首歌 就是站学友的那首 你知道的 对对对 一路上有你 几天也愿意 一路上有你 哭一天也愿意 妈用下你的洗发水 这里拿 妈用下你的复发术 这里拿 妈用下你的吹风筒 这里拿 妈 你能不能自己拿 以示我就从妈的钱包里拿了五百块 走了 毕业缴工作 有一个不错的工作 就是做姜钞处理 我就对我妈说 我不想去 虽然待遇不错 但是噪音对身体的危害很大 老妈这次就说 没钱 对身体的危害更大 有一次 小木约了心意已久的女孩 准备对她表白 两个呆呆的坐在椅子上 很久了后 她才鼓起勇气对女孩说 你有没有男朋友 女孩笑嘘地答道 还没有 她欢喜 然后她就问 你可不可以当我的男朋友 听完了我这个人笑话 是不是觉得很欠编呢 如果是的话 请按个like 然后分享出去咯 然后你们可以继续订阅我 和在这里 按个小铃铛 来继续收到我最新影片的通知咯 Miau Miauu Miauu Miauu